中共撒手锏武器隐形战机千二十将服役 对美日形成威胁 明镜电视记者报道 中国新一代隐形战机千二十正式被官方解密 并将在11月1日开幕的珠海航展上 线上首次公开处女秀 有关人士透露 千二十可能在明年8月 解放军建军90周年前正式服役 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10月28日在北京表示 目前千二十飞机研制正在按计划推进 该机将进一步提升空军综合作战能力 联合早报引述军事专家分析称 千二十在珠海航展上亮相并进行飞行展示 表明这款第五代双发动机重型隐形战机的各项性能 已测试过关 战机基本具备了列装部队的条件 预计千二十可能在明年8月1日 警方军建军90周年前正式列装中国空军 军事专家称 此前有消息说千二十已经列装部队 这是混淆了交付部队是非验证与正式服役的概念 申进科也表示 千二十将由空军是非员驾驶进行飞行展示 这说明千二十虽已交付空军 但仍处于是非验证阶段 并未正式服役 据了解部队试用包括作战效能的飞行和武器系统验证 在模拟战场环境下进行各种武器投射和打靶 验证武器系统实际效能及人机结合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等 同时还要培训一批种子教官飞行员 经过这一阶段的测试后 新战机才能正式进入部队服役 并在一批飞行员考试合格 达到了一定的战机服役数量后 才算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目前世界上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只有美国生产的F-22战斗机和F-35战斗机 千二十有可能成为第三款正式服役的第五代战机 千二十战机将是解放军的骨干作战装备之一 如果装备规模能达到200架以上 堪称撒手锏武器 对美日形成威胁 以上是明镜电视记者的报道 请随时登陆明镜新闻网 观看明镜视频节目 欢迎收視baín 最后请许大家来自载广告 感谢观看